做事丫头来留相昏迷的沈小妹 至今还在家后买房来昏迷当中 映画国家的关心和机器 希望沈小妹可以带你来回合衣食健康回来 建筑学家的建设公司当属于林营齐 最近在学家社团 知道到学家的鼓授 我们既既的沈小妹的状况 也利用消息中心开墓的时候 发起到没款 在雪甲亮起来的时候有看到那个版面 因为在产业道路上有被野狗追逐的小妹妹 因为这样而受伤 然后也刚好在开幕的时候 有聚集了我们这些超跑的车友 然后一起共襄盛举去做一个捐助的活动 所以我希望说在学家这个地方 能够再多做一些公益的活动 建兄林营齐透过到联书 关心压告的问题 要请台中和南部超跑的车友共襄盛举 发起照没善款 希望炮增应用 为了沈小妹来集气来祈祷 他也会有上官单位拿出具体的办法 撇变压告上人的事件来发心 我觉得还是要靠大家 还有靠我们政府这些官员 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克服这个问题 越过这个问题我想不是现在以后 也会一样有遇到这些问题 只是希望说大家怎么把伤害降到最低 一台一台没人的超跑去因众人的围观 建兄林营齐建设客家 并关心到地坑书 依到取资学甲贡献学甲的进行 立地坑定 蓝天新闻跟政府学甲贡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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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